- 各位投资民意儿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那昨天我跟你讲说未来 昨天就在跟你讲 未来应该会再出现一根中长黑 今天跌了179点 这个还不够 还不够 那今天美国股市会大跌 所以今天先跌了一根怎么样 179点已经反映的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的一半 那明天这个利空还要再怎么样 再反映一半 那我认为什么股票你要避开呢 第一个机器人 我一直跟各位投资人讲机器人 你看一下 2359 所罗门今天还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掉高 那各位投资人你这个地方去最高 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被骗了 6125 这个仍然还是高估 这个仍然还是高估 2465 那我跟你讲说 机器人最应该上涨的 这一档股票 这个有一点基本面 我跟你讲 说机器人少着要跌三成 那我认为中方电已经跌怎么样 从这个高点跌到这个跌了 30.4% 这个过了 这个地方随时会反弹 还有6188 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地方也大概跌了三成 这个过了 这个地方应该有反弹 但是我刚才跟各位投资 讲的那三档股票没有几本面 而且股价就怎么样 又很高 所以各位投资人机器人这个地方 类似广名中光电应该短线要反弹 那如果各位投资人 你持有中光电广名 你高点没有卖 你报到现在你就不要杀了 我认为他会反弹 那比较高估的股票 我的依然看法 还是要再杀 好 再来一个怎么样 1519 重电 1513 1514 这一些能染严重的高估 这一些股票 我认为 都一定要大跌 那我再跟你讲 第三次 上礼拜我已经讲一次了 昨天又讲一次 今天再讲一次 这一次讲完我就不讲了 好 我跟你讲 3665 再来 2383 再来 2327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买华城 你倒不如买 茂莲 买台光点 买国具 如果你要买 市店 你倒不如怎么样 买金箱店 买金箱店 买3044的建顶 买2428的新钱 因为这些股票都比怎么样 茂莲 台光店国具 业绩比怎么样 比华城好很多 金箱店 金箱店 见点 新钱都比怎么样 市店好很多 好 你要买1514 我跟你讲 你倒不如怎么样 买1522 6284 2472 6257 1319 2301 还有3265 有没有 我跟你讲 封测 你要注意两档股票 台新科跟657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因为美国最强的是股票 有四档股票 第一强势的股票是怎么样 艾克 可是艾克这个涨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我看坏 这一档股票 我看坏 还有 5347 这一档股票 我看坏 各位 有这一档股票的 你不要杀低 红高 你卖 你资金转到怎么样 657 还有怎么样 326 好 5347 所以你有世界先进了 你红高卖 那如果没有 你千万不要买这一档股票 你要买怎么样 2303 所以我跟你讲 未来会大跌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机器人 但是机器人有两档股票 中光电广名 这个地方 你不要杀地了 这个会反弹 还有重电股 重电股还有很大的沙盘空间 还有一些 昨天我跟你讲的 5484 我今天会告诉你 这个 还有这个怎么样 5443 各位投资人 注意啊 今天正式跟你讲 这些股票 准备换空 但是各位投资人 你空有一个技巧 等他一鼓作气 再摔三额结 三额结才怎么样 空单准备 对务他 我认为这些股票 严重高货 我等一下用基本面跟你讲 那你绝对要注意啊 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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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6257 这一个股票 你不要再去买那些股票了 那各位投资人 我跟你讲说 做空有一个技巧 一鼓作气 再而摔三额结 三额结准备怎么样 空单 我今天跟你讲 我今天正式发出空单的指定 但是空单的指定 有一个技巧啊 一鼓作气 再而摔三额结 三额结才怎么样 全力的打空谈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好 那为什么 跟你讲说 这个盘 我跟你讲 昨天我就告诉你 应该要再出现一根中长黑 为什么 我跟你讲 2317 应该要怎么样 再回来测 这个低点多少 201 201哦 明天 如果跌破 201 各位 我认为 你这个地方卖的人 你可以再怎么样 201附近或者以下 再回补怎么样 四分之一 2330 我跟你讲说 你在980 那那天940 你回补四分之一 923 924 你回补四分之一 你还有四分之二 还没有回补 我跟你 昨天我跟你讲 你绝对不要去追哦 等他几点下来 各位 你可以回补 你还有四分之二 没有回补 没有回补 还有我跟你讲 这一个怎么样 红海 你还有四分之二 还没有回补 那明天等到多少 这个地方 201 以下 再回补四分之一 那另外四分之一 到时候再讲 所以明天可能 全职股 还要再杀 但是各位投资人 什么股票会杀的最深 重点股 但是重点股主力还在历称 不管它 高估就是高估 你历称没有用 那个股票已经 人家已经不玩了 主力自己怎么样 坐量 那又倒怎么 就像我跟你讲的 2359 这一张股票 这个就是主力又 坐量啊 坐量又你去追啊 又你去追 坐量 他自己坐量 各位投资人 你有些我跟你讲 说坐量 有些人听得懂 有些人听不懂 坐量 又你去追 你今天追173 175 你就卡住了 所以高估的股票 能然高估 各位 你一定要小心 好 那明天的 各位投资人说一下 中小型业绩股 我跟你讲 会出现 千载蓝红的买点 哪些中小型股呢 我跟你讲 低估的AI书务器 譬如说我跟你讲 2383 2327 3665 2368 对不对 2301 3044 3706 6213 8358 还有3231 还有3231 各位 这些低估的AI书务器 明天 各位 你不要怕美国跌 美国晚上今天跌的一生一好 我希望美国晚上崩盘 那崩盘你会恐慌 你才会把这些低估的AI书务器杀出去 好 再来测电 1522 1319 2428 8255 各位 6605 这一些 明天 打下来也非常好了 买点 那再来怎么样 我跟你讲 平概股 3406 这个 这个 各位投资人 这个不要去追高了 这个再高档 这个要等他拉回来 3008 这个要等他拉回来 好 今天2313 49 58 好 你看一下 3005 5388 6191 对不对 对不对 30 34 30 14 6488 各位 6257 3265 类似这个很多 我希望今天美国股市崩盘 这样你才会恐慌 你恐慌的时候 你会把好股票乱杀 当你乱杀的时候 我刚才跟你讲的 哪些低估的AI数据 哪些低估的车店 哪些低估的业绩股 各位 明天 这一些 低估的AI数据 低估的车店 业绩股 不怕他跌 不怕美国股市崩盘 不怕台湾股市受到怎么样 重电股 机器人 还有投机的股票 杀盘 这些股票 我跟你讲 杀了一声一好 你才会产生恐慌心理 你产生恐慌心理 你会把怎么样 好股票也杀出去 那就是明天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一些股票会出现 绝佳的买点 所以明天 各位投资人 你早上起来 看到美国股市可能会大跌 外行人会犯想恐慌 内行人会高兴 为什么内行会高兴 内行人 他觉得 明天 就是要等这些外行的人 把好股票杀出去 他在低档要承接 接你的筹码 所以明天各位投资人住下 业绩股会出现 结佳的买点 第一个重点 跟各位投资人报告到这个地方 第二个重点 各位 我跟你讲 这个盘不外是这样 最强势的股票 这四档股票 这是AI 那为什么这四档股票 AI为什么 因为这四档股票 先前涨幅比较小 懂不懂 它的本利比也怎么样 比较低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 国际 茂联 台光店 京剧 台药 还有这个怎么样 神达 这个广达 伟创 见顶 镜像店 光宝哥 是不是本利比较低 前面怎么样 涨幅比较小 稳了这个条件 你看一下 昨天我们看一下 昨天有没有创新高 还在创新高 各位 昨天 有没有 好 再来 微软 再来 还是 最强四档股票 所以 我跟你讲 四档最强股票 就是 这些股票 前面涨幅比较温和 涨幅比较小 他的本利比较低 所以各位 明天 明天 2383 2301 8053 3044 2327 3665 3665 2382 3231 3706 各位有没有 这个本利比较前面有没有涨 没起 好 这个本利比是不是比较低 有没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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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利比是怎么样 比较低 2383 有没有涨 没有涨 这个本利比是不是比较低 有没有涨 没有涨 各位 懂不懂意思 所以 这个你会不会解读 为什么这四档股票还是这么强 因为他先前涨不比较小 他涨是比较温和 所以你涨怎么样 AI书记涨 先前没有涨的 好 那这个怎么样 这个很强 这个 这个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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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做整理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做整理 Mita做整理 回答 要不要整理 要 好 苹果 这个 AIP AI手机 我等一下跟你讲 AI手机 苹果 苛林 所以设备股差不多了 设备股不要去追了 都严重的高估了 有没有 爱什么 应用材料 那美国的金融股还很强 花旗 对吧 所以我们的金融股 我跟你讲 金融股 可是我跟你讲 除了金融股 你可以注意 你接下来要注意怎么样 散装航运 跟航空股 尤其今天太阳能打涨 我跟你讲 凸显的散装航运 跟航空股的低估 但是航空股涨到这个地方 要稍微等一等 那明天散装航运 各位 我认为可能会打涨 为什么 等一下再跟你讲 得益 这个车店 这个车店 好 通用汽车 再来 最弱势 各位注意 美插尾 这个点连线 连线和微乎 都破掉了现象 那这个股票 为什么它会大修正 因为这档股票是 美国股市当中 涨了将近多少 28倍 所以为什么修正 所以我跟你讲 机器人 重点股小心 我讲到这个地方 好 超委 英特 对不对 高通 美光 好 我跟你讲说 博通 左落 好 什么开始转价 太阳能也落了 但是太阳能的低价 我跟你讲说 你要小心 节能高价的 什么意思 深微能源 引爆 不要去追高了 那个都 被分盘交易 还怎么样 推上 那个都不要理他了 但是我跟你讲 太阳能 帽迪 国售 严晶 有翻滚的机会 因为怎么样 真的很低价 各位 你注意这个现象 好 那什么股票 刚开始 刚开始转强 我跟你讲 特斯拉 我都知道 大家说 特斯拉就大涨 普特 所以汽车零组件 各位 这一波 6605 2428 还有这个6284 这个不是只有车电 还有其他的 二十二十七二 六二七九 这些准备大涨了 各位 这些准备大涨 因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 福特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好 综合起来 你AI伺器 应该要怎么样来布局 好 我们先跟你谈第一部分 这一档股票 国际 华兴科 利隆固态电容 这个可能接到AI 加邦电感 这个可能接到AI 好 你看一下 TDK 本利比涨到30.5倍 国际本利比多少 16.7倍 利隆 13.6倍 加邦 16.14.8倍 日电帽 16.2倍 好 你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TPK 创新高 好 你看一下 夜线 日本 日经是这样 但是 TPK 好 你看一下 夜线 上个月出现大涨 你再看一个 春天 太阳 好 你看一下 TDK 飙涨 6月份 涨了28 将近28% 你认为这一大股票 所以注意一下 所以跟你讲 国际的大国并案将来业绩进入到 2018年赤支200亿并过 美国普世电子 提升无限元件高频 电感物件 再来 以500亿并收购美国基美公司 是担子 担子电脑市占的夜生全球第一 深入整合电感跟电脑产品 并入其立心 切入电感 在于2022年10月11号 以24.8亿收购德国赫利市高阶温度感测期事业 即10月27号 再以210亿现金并过化过世耐的高阶段 好 国际以现金大量并过 他事业 等于盖了什么呀 10个大厂 你 市电 你华城 盖了一个工厂算什么 这个等于盖了10个大工厂 未来业绩大要件 以提供客户一次过子服务 供应完整的电感电脑电阻电压器 继电器天线无线元件 电路保护元件等被动元件 你切入怎么样 AI伺服器 通用 视伺器 AIPC AI手机 车电 公用 好 我刚才跟你讲 你看一下 各位 最近在上什么意思 这个 就是在涨AI手机 好 那AI手机 各位 这个指示怎么样 AI手机就长了这个样子 这个就指上AI手机长了这个样子 4958 AI手机长了长这个样子 好 那国具呢 他有AI手机呢 他有AI PC呢 有AI伺服器呢 有通用型的伺服器呢 四个都卡到 这个应不应该大涨 我跟你讲 应该大涨 所以注意 各位 各位 你注意 国具 华星哥 利隆加帮 但是你先锁定 国具 利隆加帮 这个股票 好 你再看一下 我一直跟你讲 对不对 你要买华厂 15块8 950 国具呢 50块 717 你要买什么 茂莲 18块半 华厂15块8 18块半 367 15块8 955 好 你再看一下台光店 对不对 台光店 业绩比建策好 比 华城还得好 所以跟你讲 要买 华城 买建策 你倒不如怎么样 买国具 买帽连 买台光店 各位投资的你注意这个 这个现象 好今天跟你讲 各位 这一档股票不要去追 这一档股票 红高出 转到怎么样 利隆 再来 这一档股票 红高出 转到怎么样 加帮 现金光也出 转到加帮 这一档股票 红高出 转到怎么样 信商店 各位投资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这一档股票Q1 EBS 啊这个怎么样 黄 黄仁鑫把他内录怎么样 AI数就标啊 各位 黄仁鑫也把这个内录AI啊 有没有标 不只没有是向下标 内录AI不是只有你这一档股票 好你看一下 第一期EBS 负0.2 这个再跟你解释 4月营收 0.5亿 5月营收 好 4月5亿 0.5亿 他EBS 公告出来 0.26 各位 利隆 我们估计第一期EBS 这个EBS 好 4月 营收 9亿 我估计怎么样 这个赚0.43 0.43 有没有比0.26来的好 1.47 有没有比你负0.2 估计 2块3 89.5 这一档股票6块 八十 各位固态电容 可能切碍伺服器 医疗 车用 网通 各位明天 不要再去追了啦 这一档股票 红高出 转到怎么样 这一档 好 你再看这一档股票 这个再跟你解释 明天再跟你解释 第一期EBS 0.29 第一期营收 是10.23 4月5月营收 散出的轰装 不要骗人的啦 傻瓜 真的傻瓜 还在追这个股票 我跟你讲 未来两年散出封装 都不会有什么营收啦 好 你看一下 你这个0.29 人家是1.70 那你怎么样 4月5月营收 占第一季营收怎么样 第一季 0.29的62.6 人家家帮 4月5月占第一季 EBS 70.8 EBS 6.2 这个股价2块钱 96.8 这个6块股价在92.2 这个6块钱股价 所以各位 这些股票 会有加班 新科 准备开始准备空单队伍 但是我跟你讲空单有一个原则 一股做期 债而算 三而解 三而解 什么时候三而解 什么要再出手 但是你可以怎么样 注意 利隆 加班 我跟你这个明天我再跟你解释 这两档股票 各位 好 再来我跟你讲 BDI 这个一个重要的转折 我认为 散装防疫准备要打涨了 为什么呢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以6443 党到31.3 第一期EPS0.04 今年EPS0.8 到1块 给你1块 31.7 所以有欢魂的机会 可是你注意一下 2641 今年EPS多少 2块1 2块1多少 21.75 6443最高1块钱 31.15 所以散装防疫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这一档股票 2605也应该也会涨 2606也会涨 好 再来 航运 航空 这个应该也会涨 2610也会涨 各位 开始注意这几个区块 再来 你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说 今天跌回来 明天就应该怎么样 设备股 还有这一档 这个都跟你讲过了 这个跟你讲 打电 然后再来怎么样 光宝科 好 再来注意一下 系格 新商店 台新科 这一档股票 多加注意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跟你讲 要买华城 道不如买怎么样 茂莲 台光店 国际 要买市店 道不如买 见顶 买金箱店 买新型 好 再来注意一下 这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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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希望 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崩盘 但是崩盘 不是告诉你 所有股票都会跌 譬如说我跟你讲 艾克尔 亚马逊 Google 对不对 微软 你认为这些股票 要跌到哪里 所以AI数据 哪些是低估的AI数据 好 现在特斯大开始 我跟你讲 开始要发动行情了 所以车店 电动车 你认为要跌到哪里去 还有业绩股 非常好的 譬如说我刚才跟你讲的 航空 拉回可以注意 不要去追高 但是散装航运 各位 可能这一波有大行情 为什么跟你讲有大行情 一个技巧 我刚才没有忘了跟你讲 这个下降压力线 这个上升 这个突破 真正散装航运 应该是在这死货滑动 真正散装航运的大行情 应该在这个死货滑动 你会不会看 所以各位投资人 如果你认同黄主的观点 欢迎各位投资人 你带进来 跟我的助理讲 你要加入黄老师的行列 所以明天 会再度往下击杀 但是击杀下去 我跟你讲 优质中小型业绩股 会出现怎么样 千载蓝红的买点 有些先下后商 有些甚至开平板 就马上怎么样 开始往上拉了 各位 你要掌握住 这样一个赚钱的机会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